天呐,冠军教练在健身房挥汗如雨,他要备战新赛季了,因为辽宁南兰不续约他了,他不能做主教练了,刚刚带领球队夺冠,却在修赛季与老东甲续约问题谈得不一致,最终没有续约,由球队的助理教练担任新赛季辽宁南兰的主教练,这个消息放在体育圈算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冠军教练下课确实比较罕见,那就是生意上没有谈拢,回顾杨明作为辽宁南兰主教练的任期内,一次亚军 一次全用会的冠军,两次CBA的总冠军,可以说杨明从球员到教练,他都深深的热爱着辽宁南兰,热爱着辽宁这份热统 今年带领辽宁南兰成功未免之后,杨明指导就盼着俱乐部能够找到他和他续约,结果自己参加了一个又一个综艺,也说了一场又一场的比赛之后,辽宁队的官方和他的续约还是不够成功,最终离开辽宁南兰,是杨明指导最不愿意看到的画面 不过杨指导肯定是不会缺工作的,据说某个南方球队已经开始接触杨明指导,只是令人唏嘘一个球队的功勋球员,一个球队的功勋教练,却因为价格没有弹笼,不能继续的执教球队,确实令人唏嘘 不过这就是职业篮球,有些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情怀,说白了就是一门生意,相信杨明指导未来在执教其他球队的时候遇到自己的老东家一定会狠狠的打 莫兰德还发了个社媒给杨明指导说,杨指导我回了趟家,再回球队,你怎么没有了 你给他网红,打打打卡拍的 嗯 职业队这么闲吗,我没签合同哥们,我现在跟你一样是个闲